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26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一带一路已经让很多国家与北京产生矛盾 现在也引起了东南亚几乎全部国家的质疑 日前专家发布最新报告称 东南亚国家惧怕掉入中共债务陷阱 对中共所提供的投资越来越犹豫不定 中共一带一路计划即将届满10周年之际 马来西亚银行经济学家近期发表报告预测 后疫情时代不利于一带一路的阻碍渐渐浮现 2月份新加坡智库的调查显示 64.5%的东南亚国家受访者 尤其是越南 泰国与菲律宾 越来越顾忌中共在当地的扩张 报告还谈到 中共与好几个东南亚国家之间有领土争议 并说当提及一带一路项目 越南的态度是根本避免与中国打交道 这是一个很大的正节点 柬埔寨与老挝等国家为了一带一路能够进行 不少偏乡村镇被迫拆迁 引发众多民怨 已经逼近临界点 另外攀升的高利率与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 使得不少东南亚国家陷入更严峻的债务危机 这种情况可能危及中共在当地的投资 统计显示 2010年在获得中共海外借贷的国家中 有5%的国家陷入财务困境 如今这个比例已高达近60% 仅仅老挝基欠北京的公共担保债务2021年已达到GDP的27.8% 经济学人资讯社资深分析师苏月指出 当前日益恶化的地缘政治环境 使北京当局对于风险已经开始闪躲 对东南亚关于一带一路的投资 已不太可能达到疫情前的规模 此外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披露 不少非洲国家因一带一路而留下打不掉的坏账 据20国集团因疫情而实施的债务暂缓偿还倡议显示 仅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数 就减免包括16个非洲国家的债务 总额超过16亿美元 约翰霍普金斯高等国际研究学院统计显示 中共减免津巴布韦的额度达1亿1000万美元 马尔代夫2500万美元 以及肯尼亚3亿7800万美元 难怪有网友说 中共的一带一路 其实就是为了彰显习近平世界领袖地位 而进行的一场赔本赚吆喝的买卖 其他国家掉入的陷阱未必有多大 中国人民可能掉进了最可怕的经济深渊 最近一段时间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是AI爆火 最新的GPT4大模型又进一步提升了ChatGPT的能力 国内不少互联网科技公司也都在对标ChatGPT 比如百度的文心一言 近日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 在电视节目上谈及人工智能时表示 新技术要为做出产品的新技术而动 人工智能夸大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可以写《红楼梦》 可以写《三国演义》 这个书出来了 你相信吗 我相信 它可能做到了 你相信能够苦极吗 相信可以做饭吃吗 我不相信 曹德旺称 我做很传统的生意 认为产业没有高端跟低端之分 你创业必须贴近市场 大家都去玩那个东西 有饭吃吗 我不相信 不能解决吃饭问题 像你太空的事情 反正有跟你们这些读书人 读很多书的人去研究吧 大家都去研究 我相信大家都会饿死 曹德旺说 TikTok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 普通民众对此莫衷一事 但西方政府却是一边倒拒绝 美国神经伦理学家 和杜克大学法学教授 尼塔·法拉哈尼警告说 禁止TikTok应该从北京 以人类思维为战场 这一更广泛的认知战略角度来思考 他在《卫报》专文说 中共的军事报告字述 战争正在从摧毁身体 转变为麻痹和控制对手的思想 中共可以通过像TikTok这样的平台 塑造庞大用户群的信念和偏好 同时收集数据和开发用户的心理档案 来进行认知影响行为 我亲眼目睹了这一点 法拉哈尼说 法拉哈尼表示 TikTok上的网红 对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 进行了扭曲与断章取义 并通过TikTok平台进行传播与放大 这些视频获得了数百万的观看次数 结果他试图自己在TikTok发布的澄清视频 却只获得很少的观看量 法拉哈尼表示 外国实体现在越来越多地 收集美国人的生物识别数据 向TikTok就通过过滤器和游戏 收集用户的面部识别数据 所以他提醒说 要关注中共通过在美国 部署各种技术收集美国人的 敏感生物识别数据 他列举了中国公司 杭州恩特科技生产的神经技术耳机 FlowTime设备的例子 该公司向中国国家电网公司 出售了数万个装有脑电图E1G传感器的头盔 可以在工作中实施测量工人的疲劳程度 和其他脑电波活动 现在恩特科技公司已经积累了 世界各地数百万的 个人原始E1G数据记录 以及这些人的个人信息 设备和应用程序的使用情况 他指出 中共通过向TikTok这种平台扩散影响力 大量收集美国公民的 个人和生物识别数据 并期待有朝一日可以开发出 直接攻击或破坏人类的思想的武器 这些都属于认知战略范畴 为预防这类外国实体 收集美国人信息的问题 法拉哈尼提议说 西方国家需要向公众提供公民 以及国家安全风险的具体信息 提高公众对数字平台 和神经技术设备相关风险的认识 越来越多的公开信息显示 中共军方正在大力投资认知领域作战 包括内脑软件、硬件和决策制定 等人工智能研究 北约将战争划分为 五个不同的作战域 空中、陆地、海上、太空和网络 而认知战被称为第六层作战域 对应的是人类领域 通过脑科学的武器化 利用人脑的漏洞来攻击个人 以实施更复杂的社会工程 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 内森·博尚·穆斯塔法加表示 中共军方希望塑造 甚至控制敌人的认知思维和决策能力 从虚假宣传运动到以大脑为目标的现代武器 脑战正在迅速成为现实 作为预防性措施 美国政府已将从事脑控武器等危险活动 支持中共军事用途的生物技术过程的 中国研究机构和公司列入黑名单 法拉哈尼说 认知战最令人担忧的就是发展脑控武器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科学家 公开敦促中共投资军事脑科学 研究各种武器 对脑组织的破坏作用 以及脑电波干扰和刺身武器的发展 他们称 大脑是人体的总部 精准打击总部的武器 将很快成为战场上决定胜负的最有效策略之一 法拉哈尼著有新书《大脑之战》 他表示 人的大脑数据非常敏感 可以被用来解码和推断与个人身份 情感和感受 意图 记忆 甚至意识形态相关的亲密特征 所以作为伦理道德的一部书 人脑研究与应用 必须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不能让大脑研究侵犯到民众的思想自由领域 他写道 解决认知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方法 不仅是禁止TikTok等应用程序 我们需要迅速采取行动 确保个人的全球权利和规范 以确保他们的认知自由权 现在就采取行动 我们可以建立强大的防御体系 抵御对我们的认知自由和国家完整 不断演变的威胁 为子孙后代奠定自由思考权利的基础 经过各方多日斡旋 中美洲国家宏多拉斯政府 26日早上宣布与台湾断交 中午即宣布与中国正式建交 台湾则由外交部长吴钊谢 在26日上午9点半召开新闻会 他表示双方最后沟通无效 台方也终止外交关系 将撤离台湾大使馆 双方合作计划将喊停 台方也要求宏多拉斯关闭大使馆 吴钊谢批评宏多拉斯对中国存有幻想 对台湾和中共提出的援助方案进行比架 过程中有关宏多拉斯传出 曾向台湾索塔25亿美元金元 吴说过程中宏多拉斯释出错误信息 这样的做法对台湾造成伤害 吴钊谢在新闻会上更透露 宏多拉斯直接向台湾索塔24.5亿美金 其中包括9000万盖医院 3亿5000万盖水坝 并协助偿还20亿国债 他说台湾一般都是用计划的方式合作 协助相关工程 但宏多拉斯直接索要现金 形同贿赂 宏多拉斯总统卡斯特罗14日推文宣布 将寻求与中国建交 宏国外长雷纳则在22日晚间 率领特使团搭机前往中国协商建交 宏多拉斯第一副总统纳斯拉亚 25日公开表态 反对并直指第一家庭擅作主张 他质疑 宏多拉斯为何要因一个权贵家庭 和其20万党羽一时心血来潮 就卷入美中强权战场 宏多拉斯最大在野党 国家党也痛批卡斯柱正在出卖主权给中国 针对宏多拉斯与台湾断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强烈鼓励所有国家扩大与台湾的交流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